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就恐慌了 到底这个是不是爆发肺牢这个病例 那卫生部就出来澄清了 其实没有爆发 这个肺牢病例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这个情况是受到控制的 没错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活力加油站 就要和大家来讨论一下有关这个疾病 因为它是属于地方流行疾病 那到底其实这个流行感染是否会很高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今天的大主题 众所周知 结核病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 主要影响肺部 因此俗称为肺牢 这些细菌能通过释放到空气中的飞沫 在人群中传播 近期在国内交赖地区被传出肺牢爆发 导致人心惶惶 针对这次的事件 卫生局作出回应表示 目前在国内的结核病情况是受控的 民众无需为此感到恐慌 究竟结核病的传染率是多少 高危人群有哪些 应该如何治疗与预防感染结核病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向专家学习更多有关结核病的知识吧 马上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作客嘉宾了 他是来自马大医院 我们有这个传染病科与内科专科医生 还有黄神辉医生 董特恩 你好 董特你好 董特想问一下 因为苏然说政府已经说 其实不用恐慌了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有关的这个病情 在马来西亚现在是如何的 其实在1960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结核病在我们的国家 是第一个死亡率的最高的这个病情 在这50年我们看到政府 不断地努力减少了这个病 可是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病情还是很高 其实你看在2019年 我们的国家成果 就有病毒率是差不多 有两万六千个病人 在沙巴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它有在东马是最高这个病情 就多过五千个病人 在斯兰尔 然后斯兰尔 其实算一个很小的地方 它其实比沙巴 它是十倍差不多小过沙巴 可是它也是有五千多个病人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 在吉隆坡跟斯兰尔 两个合起来 是整个国家30% 这个病情的病毒率 所以是很高 所以我们就要减低这个病情 是跟人口密集有关系吗 对 就是好像我们看 在吉隆坡跟斯兰尔 这么会这样高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这个建筑工员 所以因为那个永急的地方 他们做工也好 住的地方也好 造成这个病会容易传染 传染 是 但是在这么多年以来 突然间 因为很久就没听说过了 那突然间 现在就是那个病例 又在增高了 会不会是说 可能我们真的是要特别小心 虽然说我们不需要恐慌呢 其实在 before这个COVID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结合病都会有了 可是因为在这个COVID 有可能就是很多 那时候人家也不敢出来 还是因为那时候 人家全部就是在quarantine 所以造成这个病情 就会好像下着 可是当这个quarantine一开 就看到其实很多病人回来 就是那种很多严重 这种结合病情 就造成这个病 就会突然间搞回去 意思就是说 一直以来都是有人 就是患上有关的结合病的 对 对 而且全球的这个结合病的 病例也挺高的 对不对 那我们要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结合病 到底有什么引起呢 是病毒吗 是细菌吗 还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对 其实很多人就以为说 这个结合病是病毒 其实它是一个细菌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细菌 就是它会很慢 成长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是 所以当一个人 细了这个细菌在他的身体 有可能它会在几个礼拜 还是有些人几个月 也有人会在几年过后 才会有这个症状 它不会说一夜之间 就有这个症状 对 它是慢慢的 慢慢的 是吧 对 那大概会多久呢 有一些就是 笼统来说 可能一些十年 五年 对 其实是看一个人的免疫力 如果那个本身 那个病人的免疫力很好 它有可能也不会有症状 如果它免疫力低 就是比如说年老 糖尿病 慢 肾病 还是癌之病 癌症 就会造成它的这个症状 会比较快出现 高风险人群 对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90%是涉及肺部 意思是说这个结合病 不只是会出现在肺部 对 因为这个病本身是因为 它是吸进去 就是出空气传染 造成本身这个细菌 也是会比较喜欢 有很多氧气的地方 所以就是会 就是这样会容易明白 为什么这个病 就会90% 其实是在肺部里面 可是我们也是有看过 几个其他的器官影响 就比如说在大脑中 还是在脊椎 还是在关节 一般上类似 刚刚你说到几个这个器官 都会被感染 或者就是可能 怎么说会严重 对不对 有关的严重性就是 整个器官会怎样 其实就它会影响很多器官 可是在肺部是最常见的 是 可是它其实不会有一个 很正确的症状 就比如说如果在肺部 它可以只有咳嗽 咳血 发烧 晚上流汗 还是就没有胃孔 如果是它是在大脑中 它就会造成头痛 还是它会有 我们讲的发扬颠 意识也混乱 然后如果脊椎 就是背痛 其实这些很难发觉的 双腿无力 就好像有些年老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笼统 会觉得就是 我就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肠道的话就腹脏 腹痛 肠道阻塞等等 5%的人是没有症状的 对 如果没有症状的话 是否就说 我们可能就是每一年 可能要做一些身体检查 类似等等 因为没有症状 我不懂 其实最重要的是 第一是就是那个风险 就是它有遇到 还是有沟通到 跟还是有顾 结合病人的病人 如果它有的话 这样其实它有症状也没有 它其实我们会做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叫Mentox测试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这个我们叫的这个 潜伏性结合病 我们说回这个传染的方式 刚才都都有提到 如果说空间也比较少 或者说很拥挤 那容易传染 它是用什么途径传染的 很多这种在空气的传染 是可以用肥沫 我们叫Droplets 还是它是空气传染 空气传染的危险 就是因为它这个细菌 在那个肺部里面 病人咳嗽还是打喷嚏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种 小颗粒的细菌 这个小颗粒细菌 其实会在空间 很久的时间 就是那个病人 没有在里面了的时候 那个空气 还是会有这个小颗粒 然后它也会去到 很远的地方 所以因为这样 如果那个有风险的人 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很不通风的地方 就会造成它吸到 这个细菌这个小颗粒 在一个短很长的时间 它一直吸这个东西 当它很多的时候 它就会有症状 这就跟COVID的 传播的途径 是不一样是吧 对 COVID它就是肥沫 好的东西就是 这个小颗粒 它是不会掉下来 所以如果比如说 你去帮它整理它的地方 还是帮它冲凉 如果你有prevention 你有预防 其实你就不会得到 COVID本身是 它是比如说 你动那个人走了 你动到他的口水 你也会中到 可是结合病就不会 可是问题是 它就会在我们的空间很久 那它的这个传染率 其实可以叫多高 我们说一个病人 如果他是没有吃药 他就会有可能传染给 十到十五个人 一年里面 他就继续这样传染给那个人 然后如果他有吃药的话 有可能他就会在两到三个礼拜 有可能过后 他就不会再传染给别人 可是要看这个病人 他的传染性是几高 其实是看他 我们说的活动性结合病 意思说他是active的 active pulmonary TB active的意思是说 那个细菌active 还是什么active呢 就是说这个细菌active 就是说它会在一直很 actively成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越生越多了 对 一直在繁殖 就plicated 那潜伏性呢 它是没有杀伤力的 对 它就是好像一个细菌 在身体里面睡觉 等着我们的免疫力 没有力量的时候 它就会爆发 刚刚我看到 如果就是及时呢 可以就是受治疗的话 其实大概在两周到三中 是可以痊愈的 是吧 如果刚刚就是那个图 是active的话 如果有及时去治疗 在两三个星期 就能够完全康复 就是在两三个礼拜过后 它就是不会再传染了 不会再传染 但是细菌还在体内 还是完全没有 其实我们是说 它不会传染 可是我们需要 那个六个月的时间 就要一百巴仙 解决掉那个细菌 在身体里面 是 那如果这个细菌 它是活动性的 有没有可能 它会变成潜伏性 那刚刚其实doctor有提到 潜伏性的 它可能会爆发 它就变成活动性了 那活动性的 有没有可能就相反 不会 如果那个病人 他有了活动性 他吃药了就没有 可是它还是会有可能 复发 还是再感染 可以再感染的 那我想问一下 好像COVID 或者SARS等等的 一般上我们都说 因为细菌等等 这些感染的话 来到冬天 或者天气比较冷 就好像现在 每天下雨 会不会它比较活跃 也比较容易受感染呢 其实它的感染 它的传染性 其实就是最重要 就是有一个病人 带着那个细菌 咳嗽出来 在空间里面 其实就是说 不会被天气影响很多 可是我们也是要明白说 如果在这种天气 很多时候 人家就有可能不会出来 就在这种 很涌极的环境里面 就会增加那个传染性 还有别的因素造成 对 因为我记得 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打针 BCG TB 的等等 那其实这些针 打了之后 其实不需要怕吧 现在的我们 BCG 它是一种 一方针 就是Vaccination 平常我们就会给在 很小的小孩子 就是Newborn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BCG 其实会保护 两种的结合病 就是脑中 就是大脑中的结合病 跟那种结合病 因为它会记很多器官的 我们叫Milleri TB 这两种的结合病 其实它的死亡率 是很高的 所以为了要保护 这个小孩子 我们就会给他们BCG 当他们还在小的时候 可是我们讲 大人的结合病 平常是肺部感染结合病 所以BCG的这个证据 来保护这种结合病 就会比较少 所以这么在大人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booster 我们也不需要再打BCG 因为我们的国家本身是 我们叫Intermediate Burden 而且好像就是保护我们 到18岁是吧 对 就18岁以后就不受保护了 所以这个BCG 就是会有这个功能 10到15年 它会有这个保护性 那大人有没有疫苗可以打 对 好像现在我们超过了18岁 是 我现在以为好像有爆发 这样我很怕 我会不会去 我应不应该去打呢 是 就好像我说 其实这个BCG 它就会保护 头脑跟Milleri TB 可是肺部结合病 这个BCG 这个证据 证据没有很多 所以其实也算我们的政府 就不会再 就要大人 还是鼓励人家去打 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国家 是High Burden的 就是好像马来西亚 是Intermediate Burden 如果你是一个High Burden 还是你是那种 一直会接触结合病的病人 这样其实你也是可以 考虑打这个BCG 那下一段回来 我们就跟Doctor来讨论一下 到底有什么的诊断的方式 跟治疗方式 还有怎么样去预防 没错 刚刚都对我提到 其实我们有关的结合病 就是和肺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用肺呼吸的海洋动物 到底有哪些 用肺呼吸的海洋动物 海豚 海豚是用肺呼吸的 哺乳类动物 它是从入身哺乳动物演化而来的 为了适应水中的环境 它的形态上 随着时间产生了诸多改变 为了顺利在水中呼吸 海豚的鼻孔位移到头顶上 成为呼吸孔 以便于在水面呼吸 它通过鼻孔和口腔的协同作用 在露出水面时排出肺部的废气 然后再吸入氧气 不同种类的海豚 具有不同的呼吸频率 和潜入海底深度的能力 因此 它们浮出水面的频率 也将有所不同 海牛是炒食性的水生哺乳动物 由于使用肺呼吸 所以尽管它们生活在水中 也需要定期浮出水面进行呼吸 海牛的肺和胸腔很大 拥有很大的肺活量 因此喜欢潜水的海牛能够在吸入氧气后 在水中浅游达到15分钟之久 才浮出水面换气 值得一提的是 海牛的鼻孔可以自动闭合 当它仰头从水中入出潮天的鼻孔呼吸时 鼻孔就像门一样自动打开 吸完气后 它便渐渐潜入水中 此时鼻孔的瓣膜就会封住鼻孔 以防止水进入 海豹 海豹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 使用肺呼吸 当它们呼吸时 会将头看出水面进行呼吸 然后重新潜入水中 此外海豹与其他用肺呼吸的海洋动物不同的是 它可以上岸停留 所以它们有时会选择直接上岸呼吸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到水中 不仅如此 海豹一次吸气后 可以坚持的时间相对长 使它们能够在水中较长时间的生活 无需频繁唤气 海豹一次 海豹一次 海豹一起 海豹地之外 海豹 海豹地之外 海豹 staa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合病 就是TB 那多多想问一下 可能真的一个人很不幸患上了 那么他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 其实那个怎么说 要多久你才可以发现到 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 可能那个症状不明显 所以很难找到有关的这个病 其实一个病人 当他已经开始有症状了的时候 他就其实应该就是要马上去 好像我说如果他已经也知道 他本身有风险 有接触了结合病的病人 还是他觉得他就是会常常进出医院的人 其他的原因 这样其实他本身他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这样他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症状 他就应该去看医生 这样当我们看这种病人的时候 我们平常就是会问他们的病情 病状 然后我们就会做痰验 然后我们就会验他们的痰 然后有很多方式 我们也是可以在microscope在下面看 看这个病毒 所以这个细菌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拿去培养很久的时间 我们叫culture 很久的时间了才看到那个细菌 所以有些病人他在 很久会多久呢 Dr 可能那病人不能等 因为会很怕嘛 对不对 对 就是六个礼拜 六个星期 才能够确定是不是肺结合病 对 所以如果像比如如果在那个痰里面 我们看不到 如果看的话就会马上看到 可是如果是要培养 就会有很久的时间 可是好彩现在我们有比较心境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验这个DVDNA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很新的东西给我们 所以其实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们就可以证断这个病比较快比较早 TVDNA它是验那个细菌的DNA还是什么 对 就是这个细菌的DNA 我们叫它as gene expert 好像X光啊 奥托骚啊 这也看不了的 City scan啊 它会有它的变化 可是它就是不会的 specifically讲 这个就是结合病 就是比如说一个病人来课寿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X光 就是很像一个结合病的病人的X光 我们就会怀疑 怀疑了我们就要验 如果我们验不到在那个坛里面 我们就不会停在那边咯 我们就要继续做其他的东西 好像培养那个细菌啊 还是我们就需要做那个DNA test啊 这样的话可能要六个月时间 它才可以诊断到咯 要更长时间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看过有些病人 就是会 我们就是以为它是那种其他的细菌感染啊 就给它antibiotic 然后它还是没有进步 但是有些病人他们就去那种 就是普通医院 然后就吃了antibiotic一个礼拜 还是课寿 这样有可能它来的时候 它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因为咳嗽啊 每个人都会有的 就好像post-covid也会咳嗽 其实有什么这个症状是特别一点 真的要小心呢 咳血 如果它已经咳嗽里面有血出来 就要比较小心是结合病 然后我们这里有两张图的X光片 对不对 那从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是否它有没有换这个 基地 对 对 这个结合病其实结合啊 在英文就是我们叫 Granulomatous 这个结合病细菌啊 它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去做 它的那个器官溶掉 然后印回去 所以其实这么在结合病的病人 为什么它就是会有这个白斑 就是因为它就是会做到 那个肺部里面就融去 就变得好像有水在里面去 所以就变到这个白斑 我们看到的 所以它融了过后 它就过后印回去 它就好像一个家 如果你就打了破掉了 可是你又没有其他好好 所以它就会有空洞 在我们的肺部里面 这个在X光我们就可以看到 可是在病人里面 这个也是这么 为什么它会克血 就是因为那个肺部 里面那个血管就有做坏了 就它会克血出来 然后过后它的体力就会不好 因为它的肺部已经减少了 一般上看到这个白点 或者刚刚你说 它可能在软化在硬化 那过程大概拿多长的时间 就是靠病人的免疫力 如果它的免疫力很好 它就会控制这个细菌 四个星期 我们有看过病人 就是有可能 其实这已经是半年的接触 可是过后它才会有这个症状 可是这两张 我看不到有什么分别 怎么看 其实这个就会看比较像是 比较新的 有可能就是在几个礼拜到几个月 这个你看到它已经是 开始有洞在里面了的 那洞在哪里了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不像正常的肺部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有可能会是比较久了 每次X光我们留给医生看 对 要学一下 因为到时候你看医生 专业医生会跟你解释的 上一段医生其实有提到一个叫 曼托试验 是 这个是怎么去进行的 是在前附性结合病的病人 很多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 它就有接触到病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就是全部它有高风险 有接触的人 我们就会叫他们来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试试 这个试试就是说 我们会拿这个结合的死细菌 就放在病人的皮肤下面 它是安全的 因为它这个细菌已经死掉了 所以它放在皮肤下面 72小时过后 我们就会看我们的身体的反应 如果它有很大的圆圈在死细菌 就是说它有可能会有了 这个前附性的结合病 所以这个是有啊 就是每一个病人 其实它有它不一样的反应 就好像比较低免疫力的 我们就接受比较小的 那种比较健康的 我们就会接受比较大的 那一般上你们用什么治疗方法呢 如果是活动性的结合病人 我们就看它是影响什么器官 如果它是我们说的 常见的肺部感染 我们就需要它平常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两个月我们会给它四种药 在四个月我们就会给它两种药 所以总共它是六个月的时间 如果它是在大脑中的话 它就有可能需要到十个月到十二个月的药的时间 如果它是影响到关节 它就有可能需要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每一个药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大脑中还是关节还是肺部 我们用的药其实是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是那个时间不一样 可是如果它们的反应不好 好像比如说有些病人 他中肠道结合病 他的吸收他不能吃东西 这样你也不能逼他吃那个结合病药 这样有可能那时候我们就要换去打针的 这样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换他的那个结合病药 医生哪一种就是这个结合病 出现在哪一个器官比较容易诊断 是不是肺部比较容易诊断 其实肺部因为我们有X光 所以它需要做的那个诊断也会比较简单 就是拿弹验还是做X光 比如如果是关节还是颈椎还是大脑中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以为是别的东西 好像比如有些时候你看到病人发扬点 你肯定不会想到第一个东西是结合病 你有可能会想其他的原因这样 到有可能你就去了很多 看了很多医生还是试了其他的药 这样你就会发觉 你才会知道原来就是结合病 那结合病的康复率失去了多高 其实如果病人有吃药 然后他来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 他还是没有这种我们叫好像容疗 还是空洞在肺部里面 他的机会康复其实是很好的 我们就看到病人就是会回去他正常的生活 最重要就是他们要吃药 脑的结合病呢 是 对 如果是脑的结合病 其实康复不康复 其实是看他还没有吃药的时候 那个damage 对 破坏度已经是几多 就因为结合病好像我说 他会造成东西硬起来 他会造成我们的这个 那个头脑的那个血 pressure很高 那个时候如果已经伤到那个头脑了 这样有可能他还是会长期 他的那个分泌性还是会不一样 他的consciousness还是会不一样 但是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吧 如果肺部的话 那用药了之后 他也可能硬化了 他是否就是可以完全 就是变成一个健康的肺 还是他就是永久性的已经被损坏了 Unfortunately就是不会 他就是会永久的 在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病人 过后就会长期就是会进来 医院医院 气喘 就是很多这种肺部的病情 然后因为有这个空洞在里面 他也会比较高的风险 得到其他的细菌感染 在里面成长 那比如说 家人真的不幸地患上了之后 家人如何照顾了 好像COVID这样 就是要隔离 不能直接性 这样对不对 对 就好像我刚才说 这个是一个空气传染的病 所以我们就是要避免 一个不通风的地方 就是我们鼓励人家会开窗口 我们会鼓励用风扇 就不鼓励人家用冷气 因为这样就会不会 我们不要重新的水 我们就要有这个好的通风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传染 还有治疗症跟吃药方面 病人也要配合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要避免这个我们叫 抗药性的这种细菌 因为它就是过后会变到 那个医疗更复杂 如果病人有抗药性 就一个很重要 要人家知道的就是 比如说它是普通的那种结合病 马来西亚政府其实需要付 250零级马币 可是如果它那个细菌 已经变到抗药性了的时候 一个病人 马来西亚政府要付了 15000零级马币 这个是60倍的负担给一个病人 所以吃药要控制这个病 其实对我们的国家的 economy也是很重要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Dr.N 来到我们现场 为我们讲解了一关 这个TB的疾病 谢谢Dr. 谢谢你 真的是学会了许多 是的 刚刚我们有看到 就是用肺部来呼吸的动物 现在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养肺的食物到底有哪些 立刻来看一下 养肺的食物 银耳 银耳是一种富含纤维 胶质和维生素D等 营养成分的食物 它被中医推荐为 润肺养肺的食物之一 可有效缓解肺部热症 而引起的咳嗽 建议将银耳与枸杞和红枣 以及煮成汤饮用 不仅有助于提升肺部免疫力 还有助于清除肺部的污垢和毒素 有益于保持肺部的清洁与健康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银耳性润而腻 因此凡是风寒咳嗽者和 湿热酿盘致咳者都禁止使用 雪梨 中医认为 雪梨胃肝 微酸 性凉 有润肺化皂 止咳化痰 清热生筋的作用 对慢性气管炎 百日咳 慢性咽炎等病症有良效 在比较干燥的气候 又或是上火的时候 可以吃点雪梨 降火 滋阴润肺 对于口渴 便秘 干咳和喉咙肝等 常见疾病 有很好的疗效 推荐的食谱有 冰糖雪梨和川贝雪梨等 由于雪梨属凉性 一次不宜多吃 特别是外感风寒 而引起咳嗽的患者 不能生吃梨 甘蔗 中医认为 甘蔗性凉 具有解热止咳 滋养肺部和 神经润造等功效 可治疗因热病而引起的 心烦口渴 反胃呕吐 还有肺灶而引发的 咳嗽气喘等 此外 甘蔗被誉为肺部的清洁工 有助于肺部排除毒素 远离肺部疾病 尤其是早上起来 空腹喝一杯甘蔗水 既能达到很好的养肺作用 同时也能养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甘蔗好处多 但还是要控制摄取量 避免涉足过多 而导致中毒发生 欢迎回来这个环节 我们教大家如何保养肺肤 请来这位呢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女神 她就是Jojo吴丽玄 欢迎Jojo 谢谢姐 欢迎 我也跟人家讲欢迎 有事情 她在看肺肤已经很漂亮 快点来教一下我们 有什么的一些秘方呢 其实 秘方其实就在这里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但是也说一下 其实我们皮肤状态 会随着时间 会随着环境去改变 然后尤其是像我这种 有敏感肌肤的人 所以就会更加明显 那主要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能生活作息 吃的东西 你睡觉时间 生活工作上的压力 甚至气候的变化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就是选用产品就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 我觉得我们这种敏感肌肤 有时候是后期养成的 对 就是因为这些 种种的生活习惯 然后在我选产品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小心 最重要的时候产品呢 就是只要它有 Dermatologically tested 你的产品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对 因为就是 对 有经过医疗测试 那主要这类型的产品呢 它就是会 它的主要特点 对皮肤温和 是 然后它就会有 比较少的这个 对皮肤 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 对伤害皮肤的 这些化学物质 然后再来呢 它就是可以帮助皮肤 修复部分的这个功能 我相信刚刚你有提到 就是那个安全性 是 就是他们都会有这个 整个团队非常大的 去研发 对 我最近种草的 就是Dr. Dermis 而他们呢 就是结合了超过 就是200位的这个 专业的这个 知识领域的 专业人士 还有这个皮肤的专科 这个医生 然后研发出来一个叫 Derma Mimic Complex 听起来就很厉害 就是天然皮脂的这个 叫什么 模拟的这个配方 那主要这个配方呢 就有三大项 主要的这个功效 第一个 就是修复你的肌肤 第二个 就是深层保湿 我们也知道 深层保湿之后呢 就是可以解决 皮肤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提升 加强你皮肤 这个天然的 这个屏障的功能 因为就是 Skin Barrier 其实非常重要 它就可以阻挡 外来的这个化学物质 或者是自由基 那就让你皮肤 就是延缓老化 非常非常有效 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呢 我据我所知 它有一个就是 会对抗我们的黑斑 是吧 对抗黑斑 但是主要其实 它只要有那个抗自由基的成分 然后就是你用空气中的自由基 然后皮肤一老化的话 你随之而来的问题 就有很多 皮肤的细纹 对 然后你晒 晒太阳晒太多的时候 那就会有这种 黑色素的沉淀等等 那这个主要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些成分 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些功能 因为Dr. Demi 最主要的这个理念 其实就是 如果你可以加强皮肤的屏障 那你的皮肤就会健康 是 它就是可以修复了 对不对 最重要就是这三个功能 对 修复 然后保湿 然后就是防护 刚才就是 因为很多的产品 都会说到这个CP值 对不对 可能我们聊一下 有关它的CP值 我觉得这个产品CP值 真的是非常高 因为最主要的就是 你一罐精华液里面 它就有多种的功能 可以针对很多种 不一样的这个问题 对 然后它一系列的产品里面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皮肤的性质 干性 油性 它都是有针对性 可以帮助你解决 你目前的这个皮肤问题的产品 还有敏感肌肤 敏感肌肤最主要 这个真的是 敏感肌肤 如果你们有敏感肌肤 有敏感肌肤的观众朋友 知道敏感肌肤 真的非常难搞 你就是皮肤干燥的时候 你不可以太抹性 但是你要足够保湿 你用的太多 皮肤不能成熟 你用的太少 那皮肤也不够用 对 因为我也是敏感肌 直接基本上都是 其实很轻累 但是我想问一下 有这么多的精华液 你本身会推荐 或者它的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主要现在我有用这三款 那我觉得这一款 对我来说 我非常喜欢 这是 Double Power Vitamin Concentrate 那它主要就是有 5%的Vitamin B3 5%的Vitamin B5 Vitamin B3 它也被称之为 Niocinamide 那主要它就是可以 看空气中的这个自由基 看氧化 最重要 所以这一款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生成保湿 然后你如果是敏感 干燥的这个 比较弱的 皮肤处于比较弱的状态的时候 用这个非常合适 因为我有时候你知道 女演员经常上妆 然后长时间上妆 长时间的工作 还有压力 工作时间还有压力 皮肤真的是很明显 而这一款用了之后 我的妆容可以保持一整天 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 怎么说 我们可以印证到的这个效果 因为可能一般人使用 如果你没有上妆一整天 你可能不容易察觉 它的功效在哪里 然后这个就是 还有一个我很好奇的 因为一般像维生素C 我们都拿来吃 可是这个是维生素C的进化 对 这是维生素C的进化液 然后这个也是一般美容产品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美白的功效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 就是延缓老化 同时它也可以 就是帮你提亮你的皮肤 然后让肤色更加均匀 而且这一款维他命C 其实是在市面上 比较少看到的 就是最高浓度的维他命C 只有15%那么高 对 可以使用一下吗 可以 我告诉你 真的要回去试用一下 因为这一个基本上 你只要用三天 你就可以看到皮肤明显的提亮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实际上它是轻盈水质的 非常容易吸收 直接这样涂抹就可以了 对 这个我一般上 很粗啊 可是我查了这个 看你没有花一点 这个一般上我会白天使用 是 可是用维他命C的产品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忘记 要涂这个防晒膏 防晒 对 为什么 它有怎么样一个搭配的效果吗 就是你看 就是维他命C 它可以抗自由基之外 抗自由基它就是已经一层阻碍 可是你再加上一层阻碍的话 那就可以加强那个效果 而且这个我顺道一提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我用过的很多的这个 防晒产品当中 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好用的 你可以试一下它的质地 来 因为上了精华液之后 因为很多就是 怎么说呢 防晒霜 它不是太绵密 对 就是太干 太干的话上妆也是不可以 你摸看那个感觉 就是它就是会是那种 你如果用了精华液 再用这一个防晒霜的话 它的出来的效果感觉 就像你涂了精华液 再放防晒霜 那么舒服 那最后呢 敏感肌的话 你哪一个要推荐给大家 其实全部都是很敏感肌 但是这一个我觉得 对我而言 是一个超级品 因为它有绿色的成分 因为它有绿色的成分 绿色的成分 绿色的成分 绿色的成分也是近年来 就是在可能的医美界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成分 最重要的什么 我简单说不用说多 抗老 抗老 这很适合我 就赢了 对 它可以提亮你的皮肤 然后增加你皮肤的这个饱和度 紧致皮肤 对 四周内就有效地减少细化了 没错 你看它就是有这个双A的绿色的成分 所以很少就是有两个都有 对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有效 因为这个它的效果是明显到 隔天醒来的时候 可以看见自己当下 气色就会变得很好 就近一透亮 而且是百里透红的 是 然后它是两个力量 所以它可以四周内 就可以减少细纹了 对不对 对 怪不得你完全没有细纹 因为你们做演员的 都会就是每天化妆 对对 还用很情绪的 所以一般上你会早上用 晚上用 这个是晚上用 如果早上用的话呢 就是担心如果皮肤比较敏感的人 它可能就会晒到太阳的话 会有一些反应 可能皮肤比较容易灼伤还是怎么样 而且是合各个年龄层的人 各个年龄层 因为很多人听到绿色的成分 就会觉得这个就是 你可能上了一点年纪 没有上了一点年纪才适合用 其实并不是 我们说这的不只是抗老 我们说这是防老 对 因为主要绿色其实也是抗自由剂的成分 所以其实二十多岁的朋友 也可以提早防老 保养要趁早 没错 谢谢舅舅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的料理好 一集教大家做这个蘑菇汤 马末 就是这样一个忧伤的商人 能写出这么深刻的作品 马老师 今天的微博热送 马末 逆行的天才 所以马末爸爸 能请您中讲一讲 马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吗 魏公子这个文采啊 文某要是不出版 主要是是愧意对于温潭 您的意思是要给他出书 正式 哎呦 咱骗别外人得了 能不能别把自个儿给骗进去 真能骗 要铺天盖地 你塞什么 塞呀 为了文学请客吃饭 不应该吗 太他们应该了 来到畅销榜第一名 死守各大榜单高地 你们现在刷的是文学奇迹 电影电视剧双管齐下 马上搞就搞得马末宇宙 这只是刚开始 你等我出第二本了 归来 仍是少年 欢迎回来 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也就是料理好一集呢 教大家制作这个鸡肉蘑菇浓汤 请出我们今天的烹饪导师 她就是Sabrina老师 老师你好 哈喽 你好 好久不见了 那对我来说呢 这个蘑菇浓汤 一般要嘛就是有颗粒 要嘛就是绵密的 可是今天老师的呢 又不是颗粒又不是绵密的 反而是更丰富的口感 是的 因为今天我们用的材料 还蛮多的 真的可以吃到很饱的 这个蘑菇浓汤 而且在外头吃蘑菇浓汤 很贵啊 可以自己制作一下 学一下 就可以省钱嘛 而且很健康 来看看我们今天所需的一些 这个材料 包括哪一些 洋葱 这个 这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牛油 让它香一些 对 白洋葱 还有这个红萝卜 还有这个马铃薯 都是切丁状的 对 好 再来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主角 就是蘑菇啦 然后呢会用到一些的 煎好的这一个鸡排 鸡肉 等一下告诉大家怎么煎啦 对 这边有一点的面粉 这一个面粉 我们要浓稠的这个鲜奶油 然后一点盐 是 还有一点胡椒 胡椒粉 调味料非常简单 好 马上开始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呢 锅滤了 过后我们就把这个牛油下来 是 然后呢把这个白洋葱 加入 OK 而且呢这个丁状还挺大颗的 对 其实我们的时间呢 煮的话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是 然后因为我们要吃到它的口感 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大颗的 这一个感觉 对 这一个材料 我们煮整个呢 过程应该是15分钟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饱足感 非常 真的 单单吃这个都会饱了 因为一般上蘑菇浓汤都是 这个开胃菜啊 就是 这前菜嘛 对不对 是的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食了 对啊 因为最近一直下雨 对不对 下雨的话呢 有时候天气很冷 晚上又不知道要吃什么 所以的话呢 这一个呢 它又可以很好地提高我们免疫力 是 然后呢又非常有饱足感 而且调味料今天我没有放很多 我们就是只是呢 完全就是来自这些蔬菜啊 的鲜甜 当然有一些比较懒惰的人 可能会吃罐头的蘑菇汤 罐头的蘑菇汤其实盐分很高耶 对 罐头类的食物啊 盐分都特别高一些了 大家真的是要着亮地去食用了 是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把我们切好 不要大块的 你看 不要切丁的这个蘑菇呢 把它放进来 然后呢 这蘑菇也不用特别做 事先的处理是吧 比如说浸泡啊也不需要 不需要 只是清洗 我们用这种新鲜的蘑菇不需要 然后我需要呢 面粉 面粉 我们先下面粉 为什么要倒面粉呢 蘑菇汤是不是吃得很 就是很浓稠的 我还以为说我们可以勾芡啊 不是吗 对 其实呢西方人呢 他们勾芡呢 都是用面粉 对 都是用面粉的 卖的 又学到了这一点了 所以呢 你吃起来就比较的浓稠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把面粉呢 加进来 是 跟它炒一炒 哇 这是我第一次看耶 这样子做 其实很简单的 你就是把它先炒了 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 如果你有鸡汤 就准备鸡汤 没有鸡汤 我们今天的就用热的水 是 摆开水了 把它倒进来 好 把它倒进来 哇哦 鸡肉反而是最后一个步骤 其实呢鸡肉呢 刚才我们说要教大家煮 对 其实鸡肉呢 我们就是呢 先浸泡了 就是稍微的烟一烟了 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去煎 煎到它呢 就是完全的金黄色 OK 而且腌制也不需要太过的复杂嘛 对不对 不需要就是一点点的盐 一点胡椒粉 然后我们就把它煎到金黄色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您可以看得到 它已经开始滚了 是的 我们才把我们的 你看浓稠哦 真的耶 对 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的鲜奶油倒进来 鲜奶油也 一定要在它沸腾的时候 才可以放吗 就是不要让它沸腾太久 然后你看 我们就是让它煮到很看 我们可以下调味料 是 盐 跟胡椒粉 胡椒粉 其实我们需要煮呢 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鸡肉 已经煎好的鸡肉呢 加进来 OK 是 非常美味 然后饱足感非常好的 一道呢 汤点就煮好了 里头如果说 淀粉类我们有红萝卜嘛 还有嘛 鸣薯嘛 然后我们又有蛋白质嘛 鸡肉对不对 对 这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夜宵 而且是还挺健康的夜宵 是 其实如果你们要香料 你们要放什么香料都可以的 好 我们这时候呢 就让它再滚一滚 让大家再重温一下制作过程 还有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是 渴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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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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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